昨天你沒有出席我們那個 有關於人力事務委員會 港珠澳大橋 我很失望 我們現在的港珠澳大橋 叫做奈河橋 是每天在那裡做事 那幾千個工人都在想著 什麼時候輪到我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命喪 這個港珠澳大橋 由這條橋開始2012年的第一宗 這個死亡個案到現在 超過十個人 每一次死完之後 就會有一段時間是太平的 太平原一段時間之後 再死多一個 跟著又拆過輕兵 勞工處 勞政處 這個發展局 走去看 進行一輪大氣之後 繼續如是 又再死 所以在2012年10月25號 這個大幹統死了一個 傷了十四個之後 在錦衣停工 停了之後 在2014年的10月19號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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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人數不足